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選戰期間又是個超級星期六 先邀請今天加入我們去討論 國際以及國內議題的來賓 第一位是退役中將 帥華民將軍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台大哲學系教授院舉正老師 前秋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政大外交系教授吳崇涵 前秋好 大家好 選戰的黃金時間點 倒數42天了 這叫做禿子燕子君子是誰 君子原來是張三聖 柱子是誰 原來是柱柱姐一起同台在桃園 韓國一批民進黨貪污腐敗 聽聽他最新談話 貪污腐敗 無法無天 民進黨的大腦都受不了了 PBD上民眾問什麼 他問的是賴清德副總統 請問您今年有繳地假稅嗎 因為剛過11月 我們很多人都要繳各種的稅 其中吳殼蝸牛 還有賴清德以外 都不用繳 我們當然要繳稅 合法建物 違建不但不用拆 也不用繳嗎 這是民眾說最想問賴清德的問題 各自在政見的論述上又是如何 賴清德到南部去 屏東服選的時候 他喊觀光立國 我真的傻眼 因為我們觀光業出來 想說我們現在不是觀光戒嚴嗎 唯一還在對岸限制團克 各種的法令限制 不准陸生來台的 不就是民黨政府嗎 他現在卻喊著觀光立國 我們觀光業者 為什麼現在這麼痛苦 一直希望能夠鬆綁 他還說要把恆春半島 打造成巴黎島 他說推動觀光立國 把恆春半島打造成巴黎島 把大鵬灣變成台灣的夏威夷 這種很天馬行空的說法 大家覺得有沒有可行性呢 網友的反應只說 不知道旅館業正在大缺工嗎 不知道現在觀光客 整個集中的狀況 讓台灣的觀光品質非常糟嗎 而他幫你博弈站台的時候 也批評 如果台灣開放陸生會怎麼樣 來台灣開放陸生 然後來台就業 會拖垮就業市場 台灣市場會完蛋 如果再加上重啟服貌的話 只會讓台灣的經濟慘慘慘 那麼網友的結論是 結果陸生可以用健保 你不是也要重新 過去民進黨的聲率 極力阻擋的陸生用健保 現在開放 好 所以如果進陸生來 或大陸的勞工 進到台灣來有問題 難道開放印度移工 就沒問題嗎 印度移工的文化 在世界都是有名的 到台灣來印度移工 連一些國外學者都擔心 但這個一樣的標準來看待的時候 就會覺得這個邏輯是符合 一般理性選民的抉擇嗎 再來看看如果侯兆沛 他們提出來是什麼 剛好相反 他們認為要快速立法 兩岸監督條例 同時趙奧康說推動服貌 是要讓台灣的產業有機會發展 而當蔡英文總統公開 在媒體訪問的時候表示 他引用習近平的談話說 大陸其實根本不會想要犯台 意思就是說 對方說我們很安全 就是上一次說危險 這一次說安全 他們想說安全就安全 而趙奧康回答 特別指這一點說 民進黨以前都罵習近平 怎麼現在這麼相信 習近平講的話 而且民進黨邏輯要一致 以前製造戰爭恐怖的是民進黨 現在不說不恐怖的 也是民進黨 想怎麼演就怎麼演嗎 而台灣有事的話 會不會不關日本的事 再一個最新的媒體報導是說 日本的智慧隊退役中將受訪表示 萬一台海發生危機跟衝突的話 日本的地理位置雖然靠近台灣 可能會扮演類似波蘭 在烏克蘭戰爭中的角色 什麼角色 就是接收難民 但是他說根據現行的移民法規定 日本只能接收數量非常有限的外國人 沒有辦法因應這種狀況 也就是說他們一直想到 我們要逃難的時候要逃到哪裡去 日本也怕我們逃過去 是這種概念 所以創新高這個數字是 阿富汗接收難民的數字 2022年 當時日本共接收了202名的外國難民 已經是極限了 創下了新高 其中147人都是阿富汗國籍 所以現在已經在講 如果我們發生有事的時候 日本連難民可能都不見得要接受 我們要當難民嗎 還有日本說有點慌 這個標題這樣形容是星島網的報導 他說習近平視察海警東海指揮部 強調捍衛主權 他到大陸的海警東海指揮部 視察的時候 堅決捍衛中國領土的主權 海洋權益 尤其是中日的釣魚台的主權爭議 還沒有解決的時候 這些指示也讓日本方面 比較擔憂 擔心北京高層的態度 同時國際也在關注 福建艦一直都有新進度 現在準備要開始 試航的這個階段裡頭 到了細薄的這樣的試驗階段 就是說這是一個大步驟 未來的福建艦 其他的艦隊的成軍 對於美國來講 當然就會相對的擔心 例如他們就會司令 這個是美國海軍艦隊司令說的 面對中國挑釁 嚇阻很重要 所以中國大型的大陸海軍的配備 使得致命武器工業能力 一直穩定的成長 所以美國很擔心 難道人家建軍就是挑釁了嗎 所以怎麼嚇阻 美國又有沒有能力 在海軍艦隊這一塊加以嚇阻 大家就來觀察 那麼尤其美國要限制 中國的AI晶片相關的發展 重點就擔心 AI會運用在軍事上 現在美國的擔憂 已經落實在相關的問題裡 中國模擬戰裡面聲稱 高科技的高超音速的飛彈 已經可以運用 AI的新戰術的組合 讓中國的這個所謂的空對空飛彈 在一場模擬戰鬥裡頭 直接發現 而且擊落了一架 美軍的B-21的戰機 所以AI可能應用在軍事上 大陸方面看起來 也有滿具體的成績跟成長 這也是美國擔心的地方 將軍 我們來看看 在兩岸之間的關係 連進個陸生來就業 都這麼的擔心 兩岸之間又怎麼能夠和平 但是蔡經文又說我們很安全 相對於日本的擔憂 台灣人又該如何自處 首先你看賴清德的講話 以前不講木馬圖成績 是他講的吧 稍微有點軍事常識的說不可能 這是第一個 現在你說陸生來台 我們這麼多大學嗷嗷戴破 學生都收不進來 難道不應該招嗎 而且陸生來台有多少人 有意願在台灣就業 這個你不要把它誇大到程度 台灣自己畢業的學生 為什麼競爭不過陸生 所以這些都不是問題的問題 就跟包含他家的這個違章建築 我說奇怪 台灣為什麼那麼多違章建築 賴清德給了答案 我違章建築你不能拆 我也不交地價稅 你看多有好處 第三個 你講這個日本接受難民 第一個問題 台灣打起來的時候難民怎麼出去 游出去 你游泳出去嗎 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日本能接受多少難民 對不對 他接受的一百多個阿富汗難民 是日本大使館的僱員 你當然要接受 是你的工作人員 好了 我倒想問日本這個政府 你不接受台灣難民也可以說 你怕 對不對 但是當初你撤退台灣 留下來30萬日本人的後裔 你要不要接受 他按血緣來講是你日本人 對啊 通通不認 通通不認 我看日本大概只會接受我們 賴清德 蔡英文這些來 因為他們出得去 他們也屬於那30萬人 也屬於那30萬人 這兩個條件可以服 所以講這個話的人 也沒有軍事場所 撤僑是很難的一個行動 對 日本對台灣有撤僑 有撤僑計畫 但這個計畫一定是在戰爭 爆發之前就生效 戰爭一旦爆發什麼橋也出不去 對 所以這些控化 第一個 你日本有沒有意願 第二個 有沒有能力 第三個 有沒有可行的辦法 這都是控化 跟這個賴清德現在講的話 也是控化 這個我記得也不過四年前 八年前 你天天賣芒果乾的是誰 是民進黨 中共一天到晚要犯台 四年前 連民航機都要進來 今天突然習近平講一個不犯台 那是他沒有看到犯台計畫 那是他真看到沒看到 如果沒有犯台計畫 我們海峽裡面 來那麼多飛機幹嘛 他油太多了 是吧 對不對 他每一個部署我們軍人來看 都是犯台 因為你看他邊組的飛機的性能 箭頭的指向 演習區的分配 那就是犯台 我們天天搞專案計畫 你一看就懂 所以你現在習近平講 蔡英文講 除非習近平是你的 民進黨的地下黨員嗎 我不相信 所以這些可能 今天這些政客在政壇上翻雲覆雨 牛頭不對馬嘴的話 居然有人會相信嗎 所以這個問題你要相信他的話 你是白癡嘛 對不對 你把香港反送中的問題 把大陸講成這個樣子 那你今天說習近平一句話 你就相信了 那美國要出兵援台你相信嗎 那最近美中開會裡面 他還是講一中 而且講擺明了就不支持台獨 那大陸反台獨的立場也很明白 今天大陸也沒放棄說 當不得已的時候 他不放棄武力犯台 所以這些問題 我們要有自己自主判斷的世衛邏輯 你想一想 服貿不簽 你生意往哪裡做 大陸不讓利 你那1700億還是1500億的順差 你從哪裡去找補 美國 美國爸爸給你嗎 不會 能補那麼多嗎 不會 那其他哪個國家能補呢 日本也不會 好 那你自己1700億的利益不要 對不對 你自己的貨又出不去 那台灣靠什麼吃飯呢 你講把這個屏東半島變塔利島 塔利島 這個大鳳灣變成夏威夷 你是欺負台灣老不行 沒去過夏威夷 真的 真的 真的很多人沒去過夏威夷 那你隨便扯 台灣的景點很小 你知道嗎 橫貫公路山上 就是一個停車場那麼大 對不對 我們希望觀光客都來不及 旅館缺工 你看到了吧 觀光業 旅行業到現在快嗷嗷帶譜 都是你的政策不對 你難道沒聽過韓國瑜講的嗎 貨出去人進來嗎 這個簡單的邏輯你都不相信 你相信賴清的那個說法嗎 空中樓閣 空中樓閣 冤教授 當今天大家討論 雙重國籍問題的時候 當然洪秀柱就講 消满情要講清楚自己國籍 其實通常是針對說 你自己國家有沒有忠誠度 兩岸議題一天到晚抹紅 可是難道有美國籍 或者是其他就沒有問題嗎 抹紅跟抹美的意思 這個差別也很大 抹紅就完蛋了 抹美的話得意的不得了 光榮嗎 我跟你講事實上的話 我們都有這種共同的經驗 但是為什麼我們做國家 領導人的這個選舉 需要你表明你的忠心 尤其是不能有雙重國籍 因為你這個國家開口閉口 就在談和平與戰爭 那你腳底抹油你先溜了 我跟你講我覺得我奉勸一下 今天這個節目 民進黨應該看 就是說你如果說 民進黨貪污 腐敗 不管是兔子講的 是燕子講的也好 都無所謂 你一定要回應你知道嗎 因為民進黨這邊講到 那個蛋的問題 綠能的問題 疫苗的問題 壞塞的問題 潛艇的問題 大家都產生疑心 那你要做回應 我跟你講以前民進黨的回應 就是說國民黨的貪污更厲害了 現在沒了 現在沒了 你再講 你再講 對不對 你執政這麼久的話 你再說 那個賴清德他那個房子 就跟那個國際法是一樣的 你有沒有繳稅 你拿證明給人家看 對不對 很簡單 你開口你礦工的兒子 開口你窮苦人 你知不知道誰真的窮苦 你們那個房子蓋出來 嚇人一跳 基本上是跟富豪差不多的房子 那你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怎麼選舉 你還好意思選舉 你自己丟不丟臉 你開口閉口說你是礦工的兒子 現在礦工好得不得了 礦工你歧視礦工是吧 對不對 這個本身來講 並不代表任何意義 我要談一下這個陸生的問題 因為我在台大教書 陸生演講基本上的話 我都是首要的考量 我跟陸生都非常熟 我們有兩件事情真的是 第一件事情是丟了世界的臉 就陸生沒有健保你知道嗎 這基本的人權都受到侵害 我講了好多次 我在電視機呼籲所有從政有關的 不管你哪個黨派的人 這是台灣的臉 你要把陸生沒有健保這件事情 你任何其他的人來到台灣 都有健保 這是基本的人權 請你注意一下 你叫民主進步 你這個民主進步當中 就包含了民主與人權 這個陸生本身來講 再者第二點的話 我必須要強調一個 非常殘酷的現實 所有在電視機前面 如果你在大學教書 你都知道陸生的程度 已經比台生好很多 好好幾倍 另外陸生來台灣最高興的事情是 可以每個週末去玩 回來還可以考第一名 常常發生這種現象 這個都是我親身檢驗過的 如果他在這邊讀書 尤其是那些實驗室 有很多工作的話 如果台生的話 不能做或不願意做的話 陸生留下來做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考量 因為實驗室的工作不能停 然後陸生來這邊的話 如果他的程度好 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在大學裡面教書的人 在考核一個學生的能力 只看他程度好不好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工作 你至於工作的性質 你有限制你的工作簽證 或是說是 你有任何的這種防範措施 你都可以講出來 經過大家的討論 但是如果他真的好 應該要留下來的 你懂嗎 這個是我們台灣虛財恐急 另外我要再強調一下 蔡英文的事情 因為我一看到他講的事情 我看到報告講說是 中國現在自己內部大亂 政治亂 經濟亂 財政亂 沒有辦法來攻台 我當時一看很奇怪 覺得是紐約時報 我馬上找了這個視頻看 看了兩遍 你知道人家那個記者 首先我強調 這個領導人的interview 領導人的訪談 都是先看過題目的 人家問得非常非常清楚 請所有在電視前面的人 只要你聽得懂英文 或是我看得懂字幕的人 你自己去看那個影片 人家問說經過iPad會議以後 那個習近平裡面強調 絕不放棄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這個話 Peacefully他講了這個話 蔡英文答非所問 我不曉得是聽不懂 還是故意亂打 他講說大陸登台的 軍事犯台的野心從來沒斷 然後自己內部很亂 現在的話 因為他亂 所以他來不及犯台 前不久的話 講說的話 他很亂的時候有可能犯台 現在又講說他很亂 所以不犯台 我們到底要相信哪一個 需要的時候就反過來講 教授 因為有些是邏輯的問題 比方說像他說這個 其實木馬圖層級的邏輯 現在是翻版 進階版 如果台灣就業 開放大陸的勞工來台灣 或陸生來台灣就業的話 就會拖垮台灣的就業市場 這麼嚴重嗎 這不是認知作戰是什麼 這就認知作戰 對不對 其實認知作戰它是雙面認 它裡面還可以製造 主要是造成支持者或反對者 認知上的改變 對不對 這個就是認知作戰一環 怎麼沒有人去講 我們的人才到國際上 那不需要跟大陸的學生競爭嗎 是 沒錯 不管是福茂也好 我先講這個福茂 福茂我們曹沸沸揚揚 之前講福茂是過期的機牌的那一位 也沒有提出方案 現在要去歐洲了 他要去歐洲了 過期的機牌 你要把它重新包裝再開始做 FTA 台灣簽了幾個FTA 我們很缺FTA 我們到2021年 到2022年6月3號為止 我們總共簽了8個FTA 就8個國家跟我們FTA 包括大陸跟新加坡 問題來了 瓜地馬拉後來又斷交 所以我們是7個 7個FTA 大陸是21個 日本是21個 我們不要跟大陸跟日本比 我們跟亞洲四小龍比好不好 跟亞洲四小龍比 新加坡27個 連韓國都18個 連香港都8個還贏我們一個 我們是7個FTA FTA在自由貿易上面 其實有個概念是這樣子 當我們在WTO框架底下 他鼓勵國與國之間 盡量就你的關稅去減免 這是天經地義 是大家都要去做的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很怕被什麼 拋在後面 我再跟觀眾講一次 大家都在怕自由貿易的腳步裡面 被拋在後面 就只有我們台灣 因為意識形態 寧願放棄這些 自我邊緣化 為什麼 民進黨這麼講 如果我們重啟服貿 就會讓跟我們同一陣線的國家 質疑我們的立場 這什麼跟什麼 大家都搶著加入 他美國質疑我們的立場 對 已經懂了 對 這個是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我覺得他也是認知作戰的一環 這非常嚴重 這個陸生可以用健保 我要再呼籲一下院老師 如果陸生來了不能用健保 那印度移工來了可不可以用健保 一定可以 陸生印度移工是不是都是人 是不是都是人 對 如果都是人 他們想有同樣的福利 這不是基本的人權嗎 還是說你覺得陸生來了 會搶我們白領工作 這個真的是太丟臉了 對 還是你覺得陸生來 會搶我們白領工作 印度人來搶我們藍領工作 賴慶德 你在歧視印度人 你覺得陸生跟印度人 他們是不同的階級 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不可以雙標 也不可以把人分等 陸生就是陸生要一次同仁 那個印度勞工是硬塞進來的 印度勞工